上次說到柳柱基走一塊大石背後,他就說, 阿靖,你用手摸一下這塊石,究竟有什麼? 這時候還未曾天亮,大石背後更加烏烈烈一片,根本看不見東西。 郭靖拿手出去摸一下那塊石, 舊石粒粒,原來刻著字,他一邊摸,一邊用手指在那塊石的字上,順著筆畫來書寫, 哎呀,寫著一下,他覺得那些筆畫的坑坑坑坑坑,和人的手指完全吻合, 就好像拿手指在石上寫出來,他就忍不住問, 咦,丘道長啊,石頭上是刻著一首詩, 不過這首詩是用人的手指寫出來的, 又自己就說,嗯,你猜對了,郭靖, 那些字呢,的確是用手指寫出來的, 哎呀,那,難道世間上真的有神仙? 嘿嘿,神仙就假, 不過說寫這首詩的兩個人, 是百年難得一見的人結,那就爭, 特別是寫前面八句詩那位前輩, 身世更加奇特,文武全才,超逸絕倫啊。 又道長啊,那這位前輩是誰來呢? 帶弟子去拜會一下行不行啊? 哦,哦,我都未曾見過這個人啊, 不過他和仙師關係密切, 等會我慢慢說給你了, 喏,我現在先問下你, 知不知道那首詩是講什麼的呢? 各位,郭靖這個時候已經三十歲人有多了, 但是邱柱基和他講話呢, 還當他十幾二十歲人而已啊, 郭靖也覺得應該是這樣, 畢竟他都是老前輩啊, 只要郭靖就答了, 啊,邱道長啊, 這塊石前面那百句詩呢, 是講漢朝三位開國功臣裡頭的張良, 說他輔助了漢高祖立國之後, 就功成身退, 隱居在深山, 詩後面那幾句呢, 是講黃重陽師祖的事跡, 弟子就沒有知那麼多了啊, 郭靖剛剛講完, 邱柱基又問了, 哦,那你知不知道重陽祖師是什麼人啊? 他? 那他就是你師父咯, 是全真教的開山祖師, 當年華山論劍, 得武功天下第一咯, 嗯,講得對, 不過他年輕的時候呢, 哦, 那, 那這些我就沒有知了, 好啦, 那我就由重陽祖師講起, 講出為什麼今天重陽公會御劫的緣有, 那各位, 原來全真教的開山祖師黃重陽, 本來就不是道士來的啊, 他年輕的時候呢, 就先學文後練武, 是一位中環江湖的英雄好漢, 那就只因為憤恨金兵入侵, 毀我田園, 殺我百姓, 他曾經大舉意旗跟金兵對敵, 在中原就見下了轟轟烈烈烈的一番事業, 但是後來始終就不夠金兵勢大, 連戰連敗, 將是傷亡而進, 這樣才奮而出家的, 那時候他是自稱活死人, 連續幾年住在中南山一個古墓裡頭, 一步都不肯走出墓門啊, 意思就是說, 衰生猶死, 不願意和金兵共居於清天之下, 所謂不共戴天就是這個意思了, 過了幾年, 黃重陽的故人好友, 同袍救報就時不時來探訪他啊, 個個都勸他出來再做一番事業啦, 但是黃重陽心灰意懶, 又覺得沒面子再見江湖老友, 始終都不肯走出古墓啊, 一直到八年之後, 黃重陽的生平勁敵在墓門外邊, 就連氣罵了他七日七夜, 罵到黃重陽是忍無可忍, 這樣才走出古墓來跟他決鬥, 怎知那個人一見到他走出來, 他就說了, 你反正都出來了, 那就不用回去了, 黃重陽這樣才明白, 原來這個敵人是出於好心, 可惜他將大好才華, 埋沒在墳墓裏頭, 故此用計來擊他走出墳墓的, 他們兩個經過這場變故之後, 就化敵為友, 攜手同廠江湖了, 那麼這個這麼有心計的人, 原來是個年青貌美, 文武全才的女中豪傑來的, 這個女中豪傑, 其實早就對黃重陽有情義, 才故意來跟黃重陽親近的, 但是黃重陽就經常記住家國之仇, 一味說, 兇奴未滅, 何以為家呢? 他對這個呂豪傑的心情厚意, 就裝傻裝懵, 乍地不知道, 呂豪傑以為黃重陽看不起他, 又怨又恨, 本來兩個已經化敵為友, 後來又恩愛成仇, 約定在中南山頂比武決勝, 那個女豪傑, 臨比武之前還訂立了一條規矩, 他說, 如果黃重陽這次贏了, 他就當場自殺, 如果是自己贏了, 就要黃重陽讓了那個古墓出來讓他煮, 一世聽他的說話, 他要你做什麼就要做什麼, 如果不肯, 就任你做和尚也好, 做道士也好, 不過無論做什麼, 那個人寺廟或者道貫, 要見在中南山道的, 十年之後才被黃重陽去遞樹, 黃重陽一聽這樣的規矩, 心裡還有不明白嗎? 對, 輸了就要一世聽他說話, 那就是要自己娶她為妻? 如果不是就要做和尚或者道士, 那就不讓自己娶別的女人做老婆了, 當時黃重陽對這個條件, 還心大心勢掌不定主意, 說到這位呂豪傑的財貌武功, 都算在世間上是罕有, 他那一片心情, 自己也不是說不動心, 唉, 不過不知為何, 說到要結為夫妻, 就總是沒有這個緣分, 黃重陽想了一段時間才定得下來, 他知道對方說得出做得到, 輸了一定會自殺, 於是他就決定捨幾從人, 無論給什麼都好, 輸了就算了, 他們一開始就給武, 但是鬥了幾千招, 黃重陽總是不出重手, 結果分不出勝負, 後來呂豪就提出用文比, 怎樣文比呢? 他說大家拿手指刻字, 在石頭上, 誰刻得多,刻得漂亮, 誰算贏呢? 黃重陽本來就進退兩難, 贏又不行, 輸又不想, 對了, 手指在石頭上刻字, 見所未見, 聞所未聞, 正好趁此下台, 成個不勝不敗之局, 這場比武就不了了之了, 當時他就立即答應對方, 同意這種比法, 對方就很失望地說了, 好吧, 黃重陽, 那你這次就做定道士了, 講完, 只見這個呂豪傑, 左手摸摸摸摸這塊石頭, 想了一陣, 然後伸出右手食指在石頭上就寫字了, 哇, 奇怪啊, 正他手指寫到哪裏, 哪裏就有石粉撕在地上, 不用多久, 真是被他在石頭上刻了八句歌頌張良的詩出來, 這次黃重陽又輸得口服深服, 當晚就搬出了活死人墓, 給對方來住了, 那自己第二天就出家做道士, 在那座活死人墓的左近, 建造一間道貫仔, 那這間道貫仔呢, 就是重陽宮的前身了, 黃重陽做了道士之後, 他對手指黑石這件事總是想不明白, 後來黃蓉的父親黃藥師來探訪他, 黃重陽講起這件事, 就向他請教呢, 黃藥師想了很久才說, 嘿嘿, 這種功夫我都懂, 不過等一個月之後, 我練好了再來做給你看, 講完就一路陰陰笑落了山, 過了一個月, 黃藥師又再上山, 跟黃重陽一起去看那塊黑著字的大石, 黑著之前, 黃藥師同樣是拿著左手摸摸摸摸摸那個大石, 然後先用手指摸著那手絲的後邊, 黑著一段功爲黃重陽的說話, 黃重陽一見就更加驚奇了, 心想, 黃藥師的武功明明更差過我的, 為什麼會有這麼厲害的手指力呢? 黃重陽滿腹疑團, 忍不住伸出手指, 突然一刀到那個石上, 咦? 又怪誕, 那個石頭居然被他刀了一個洞, 這時候, 黃藥師才告訴他, 他在呂豪傑右手手指寫字之前, 左手摸摸摸摸石頭, 原來這時候, 他在左手上已經藏了一塊化石丹, 將石頭的表面化到軟軟軟, 在燒一枝香那麼長的時間內, 石頭的表面是不會變硬的, 黃藥師識穿了內宗的竅廟, 這一個月來, 是駱山的採藥配製化石丹, 故此, 這麼久才回來, 照版主戶做給黃重陽看, 再講回郭靖, 他聽邱柱基講到這件事, 忍不住就插嘴問了, 呃, 邱道長啊, 你說了這麼久, 為什麼還不講出那位女前輩叫什麼名字呢? 他現在還在不在人世啊? 邱柱基就說了, 哦, 這位女前輩當年行俠江湖, 行蹤相當隱蔽, 除了仙師黃重陽之外, 我看到沒有人不會知道他叫什麼名字, 仙師又從來都沒有跟人講起, 至於這位前輩還在不在山呢? 我想他早在第一次華山論劍之前, 就過了身了, 如果不是的話, 以他這樣的品性和武功, 又哪會說不去參與的呢? 郭靖就抹抹頭話了, 啊, 講得對呀,邱道長, 不知道這位前輩有沒有後人留下呢? 邱柱基長嘆一聲, 跟著就講起那位女前輩住入活死人墓以後的事, 原來那位女前輩生平沒有收過弟子, 只是被一個貼身丫鬚, 跟著她入住古墓裡頭, 那兩個人在古墓一住就住了十幾年, 前輩那身驚人的功夫, 很自然就傳給丫鬚, 後來丫鬚自己又收了兩個女弟子, 大那個叫李莫愁, 小那個叫小龍女, 他嫁了這兩個女弟子幾年, 慢慢發覺李莫愁這個人心底不是幾好, 於是就騙他說, 你學滿師了, 可以下山了, 李莫愁一下山, 啊, 果然厲害, 他做事心狠手辣, 武功又極高, 不用多久, 江湖上就被他搞得呼煙瘴氣, 這樣都不但止, 他盯著師父一死了, 馬上借吊劑為名, 就闖入古墓裡頭, 想趕且師妹小龍女, 誰不知墓裡頭佈置了很多機關地道, 他費盡心機, 才入到第二道的墓門, 進到第三道墓門的時候, 他見到師父留下一封遺書給他, 原來師父早就估到李莫愁會來的了, 所以特地放這封遺書給他看的, 遺書到大概說, 某年某月某日, 是他師妹小龍女十八歲生日, 由那日起, 師妹就正式成為他們這派的掌門人, 如果到時李莫愁還不痛改前妃, 師妹就以掌門人身份清理門戶了, 嘿, 李莫愁看完這封信, 激到嘴都歪了, 馬上就找師妹動手過招了, 那時候小龍女才十五歲, 但是武功已經厲害過師姐很多很多了, 好在當時小龍女手下留情, 李莫愁才撿一條命, 撿出活死人墓, 這樣來, 李莫愁就更加不服氣了, 他認為師傅偏心, 教了最好的武功給師妹, 於是他就在江湖上四出全搖, 說他有個師妹叫小龍女, 讓子更飆青過他, 現在定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活死人墓, 被武招親, 到時誰打贏小龍女, 不單止小龍女會毀身相架, 連武女頭的奇珍義寶, 武功秘笈也會全部相贈, 那江湖上很多高手已經被李莫愁的容貌所迷著, 只不過這個李莫愁對誰都不撐斗, 現在聽說他有個師妹樣子比他更漂亮, 而且還公開比武招親, 那誰不想來搏一下, 那傳傳一下, 就很多人知道了, 那便混合了有一大班博猛友, 那在這班博猛友當中, 有兩個武功最強的, 那是甚麼人呢? 原來一個是蒙古族的霍都王子, 一個就是西藏和尚達爾巴, 這兩個人是兩師兄來的, 這兩個惡爺一出頭, 其他的人就不用指望會得到小龍女了, 只不過那幫博猛友聽李莫愁說過, 說古墓裡頭的珍寶多得堆積如山, 還有很多武林秘笈, 那他們想著跟著霍都王子去呢? 如果打開古墓的話, 多多少少都會分一分吧? 故止他們又加起來, 有百多人那麼多, 跟著霍都王子去古墓給武招親, 去那座古墓呢? 就要上中南山, 經過全真教的道貫重陽宮, 這幫人對全真教多多少少都有些避忌, 第一, 是因為全真教未必會被這麼多不殺不死的人經過重陽宮, 第二, 因為全真教和小龍女是隔離輪舍, 到時如果看眼不過, 或者會幫小龍女都不頂啊, 那這幫淫賊奸人就想著一不做二不休, 索性就產平了重陽宮, 趕且全真教就除了眼中釘先啊, 那全真教的人知道這個消息之後, 就趕快招集本教國代弟子, 提前十日就集中在重陽宮操練北斗鎮法, 他們還探聽到消息, 說那幫淫賊奸人裡頭最厲害的那兩個呢, 是霍都王子和達爾巴, 他們在中南山腳的和尚廟裡集合先的, 那他們集合的時候呢, 是以手拍石碑為信號, 嘿, 剛好郭靖當時經過, 就無意中拍了那個石碑一下, 那最初全真教的人攔截他呢, 他又顯出驚人的功夫, 搞到全真教要調動北斗大鎮來攔截他, 那霍都王子弟那幫奸人呢, 就趁著重陽宮兵力空虛, 就乘機攻了進去, 先頭霍都王子在重陽宮的大殿道, 被你打敗了的時候, 他和你定了十年之約, 他妄想在這十年當中肆意橫行, 讓你不要干涉他, 想創他的心啊, 我們現在過去, 要知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 拜拜。